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 今天大新闻 我是安华 现在时间是中国时间 2019年的12月27号 我们今天有以下的题目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李克强要防止现在出现的可能的失业的狂潮 那么现在要强行阻止企业裁员 这能不能办得到 那么还有的题目呢 我们来看看 现在中共方面呢 刚刚在成都和日本韩国的领导人 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的会晤 可以说因为这个局势所需 急忙在拉拢日韩 那么安倍也在会上提出了三国之间要建立一个新三国关系 不做当年的位属 同时呢 又在与带威胁的逼迫中共进行让步 那么这一切动作美国怎么去看 怎么办 我们再来看看 中共方面现在是打压这个圣诞节 已经遭到了这个反弹 我们关注到呢 在广州的这个广州塔 被称为这个小蛮腰的广州塔上呢 已经是这个大放圣诞快乐这样的这个字幕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文在寅呢 在中国期间要求中国支持呢 帮助朝鲜 那么这已经引发了美国的不爽 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进行讨论 那么接下来请出今天节目的另外两位嘉宾 一位是我们的新人 新嘉宾 小明之心的主讲人 小明先生 小明你好 安先生好 非常荣幸能够到明镜来做 谢谢 好 谢谢小明先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请出明镜火拍 明镜电视大事小兵的主讲人 金小兵博士 小兵你好 安华你好 小明先生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 我们接下来就转入话题讨论 李克强现在要防止失业狂潮 我们已经看到了发布的这个博物院的所谓这个意见 而且要强行阻止企业不得裁员 那么这是影响的 害怕的担心影响到这个企业的出现这种裁员 失业的这样一种浪潮 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那么这究竟能不能办得到 好 这个话题呢 首先请小明先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小明 好的 我们知道 对不起 我们知道中共的改革开放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大约有三四四十来年了 但是实际上中共一直还在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来应对经济问题 中共的计划经济其实是指令经济 并没有科学的计划 让中共真的接受市场经济 看来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李克强要提出来 要阻止企业裁员 这个办法对在计划经济下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 这个办法或许有效 因为国有企业它的亏损和盈利 实际上和这个企业没有太大关系 企业亏了是国家的 企业盈利了 实际上他们也只能得一部分 所以他们是可以采取这种办法的 但是对民企和外企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对于很多企业 特别是些民企来讲 他们裁员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因为承担不起这么多员工了 需要减少企业的花销 所以不得不裁员 如果你阻止他裁员 那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只能走向倒闭 那样的话 对这个企业来讲 实际上是满盘结束 所有的员工都失去了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思路 阻止企业裁员 那实际上可以从最简单的说 它违背最起码的经济规律 不过这么说呢 当然有他的道理 有李克强这么做 因为什么 现在到了政治问题压倒经济问题了 在这个时候 那么必须的要付出代价 那可能要逼迫企业付出代价 或者怎么着 能拖一天是一天了 但反过来说明一个大问题 中国的经济确实出了大问题了 因为我们知道 自从贸易战爆发以来 大批的国际企业正在撤离中国 其实还有很多国内的企业也在寻找 在海外找基地 把企业生产线迁到海外去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再一个 就是有些企业在目前这种经营状态下 实际上已经很难维持了 可能要倒闭 所以这也是个大问题 李克强说这种话 实际上不客气地讲 是有点慌不择路 这有点慌不择路 口不择言的这种味道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小平 那么接下来呢 请小平博士 您发表自己的看法 能办得到吗 谢谢这个 你如果完整的理解 李克强先生的讲话呢 他也不是强阻啊 他是设法让你别裁员啊 或者你想裁的时候呢 我们政府来给你想点办法让你少裁啊 最好是不裁 如果裁的话 要是少裁啊 是这样一个意思 他 他提了这个所谓的六条建议 实际上第六条以外 还有个第七条也是建议 那就是说你要裁以前啊 30天 30天 对 你给个通知啊 你看他前面那几条啊 支持企业稳定啊 岗位 对吧 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那不就是你银行给钱吗 这个 那你没钱的话 我刚才小明先生已经说了 我是私企啊 我破产了 他每天是真金白银的呀 我又不是国企 我是外企啊 你谁给我钱啊 那就是政府的发钱嘛 那花钱买这个就业嘛 对吧 你有多少钱你可发吧 中国政府反正有钱 对不对啊 你舍得花钱 这个东西也许是一时能足得到的啊 开发更多就业岗位 这个促进劳动力多渠道就业创业 这都不是涉及到啊 这个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 这个东西可以是劳动者的主动 也可以政府发钱嘛 对不对啊 嗯 然后大规模展开职业技能培训 他有一个一千亿的这个培训基金啊 啊 如果你还要的话 我还可以再播 对不对啊 我听李克强说这一千亿说了好多次了 不知道花多少了 那么做实就业创业服务 做好基本生活保障 这个东西啊 全部都是要政府花钱的啊 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收税最猛的一个政府啊 有科政蒙于虎的这样一种这个政府支撑 昨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一块这个做节目聊天 讨论那个 我就问他 我说一辆车 打个比方 宁治570啊 是宁治这个SUV里面最高级的车 美国10万吧 对不对啊 那中国政府收25%啊 那么12万5对不对啊 然后再加各种牌照乱七八糟 你再加5000吧 对不对啊 13万 那么为什么最后在中国卖230万呢 他说那里面就中国政府恒征暴虐 多出了100万 这才一台车啊 对不对啊 那么 那么从各个渠道来看啊 这个政府在减税让利 但是减税让利的东西 你怎么样 这个最大的问题啊 不是他做不做到的问题 是他愿意花多少钱啊 那么 你这个李克强 你能不能花那么多钱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这种 你让政府那些人的摄紧裤带来 资源企业 这个你能做到 但你让老板们和私企 这个外国企业去 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之下 给 解决 不解决 不让人去失业 把不把工厂关掉 这个很难办的 这是个根本的一个经济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所以说小米之心批评了这个 这不是市场经济做法 是市场经济的思维 那么你也可以试 你可以政府去救嘛 对不对啊 你愿不愿意政府出钱 就是出血的问题 那么你出了血 出了完以后 你能不能通过这个 一段时间啊 你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让经济和经济去回转 就根本能在这 如果你能让经济再次繁荣 你也能够扭转这个财源的趋势 这才是根本上解决问题之道 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呢 这才是中国政府根本就做不到的 那么现在这种经济啊 当然 也有说明年会变好 有的会变坏 但是我真的 作为一个外行人来说的话呢 我比较亲爱马云先生那个说话 他说他很懂行嘛 对不对啊 他这个最近的这个 在这乡 这乡什么会上的演讲 他说2019年只是才开始啊 这个难受啊 对不对 才开端呢 下面下面根本就看不到希望 而 他作为这个民营大老板又是这商 这商是中国最富裕的民营老板的聚集区嘛 对不对啊 这些企业民企 承担着中国城镇人口就业的80% 这一块完蛋了 对不对啊 然后在制造业 这个供应链 采购链乱七八糟的断购 这个转转移 中美贸易战 这是整个的经济环境的问题 那么现在中共呢也在打出这个组合权啊 一方面现在是 当然这个意见呢 我们刚才 小平你也说了 这个 皮脂不存 毛浆烟腹 如果说你经济的这个整个经济面 不好 那么你这个失业 这也是必然的事情 但是同时呢 现在看到了中共又赶紧呢 就紧急的在这种向民企示好 那么这样一来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二位认为呢 中共作为 这个政府 他的李克强所管的这个 政府啊 他现在还真的有钱嘛 就是说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的 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问题 应该说都已经是在叠加 那么使得人们对中国的经济的前景呢 不敢抱以 任何的这种乐观 那么 那么小明您认为 中国政府现在还有钱出手 这么大方的 打手笔的 来 为这些 所谓这种失业的问题啊 这个 裁员的问题啊 来买单吗 我们应该知道一点 说 这个政府 他自己是不能生产钱的 他只能通过各方面加税来收钱 所以 一旦 这个企业不行的时候 这政府是不可能有钱的 是不是 是啊 那么还有一大问题 我们知道 从官方数据来看 目前 这是上半年的时候公布的数据 全国31个省市 就上海市 它的财政有富裕有结余 其余30个省市 都入不敷出 那这个 小河的没水 这大河哪来水啊 所以这是个大问题啊 所以就说 几乎 省这一级政府 都没钱 那都在依赖中央 中央实际上 它在哪 它的那个直接收的东西 也就是 进出口的那些关税 是中央政府收的 然后一些国有企业政府 中央政府控制的 那么 这点钱实际上 应付一下什么 他们的高层的这些花销的话 大概也不太富裕了 那么转移支付到地方 这是 没多少钱了 所以 就这点来讲 不大可能能拿出钱来 它中央政府大概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钞票了 那就是糊弄自己了 那这就走 津巴布围的例子 走委对拉的例子了 但这个东西 这个事情中国也有限车之鉴 就像那个战争年代那个 黄金券一样是不是 这些东西就完蛋了 很快就完 这等于是饮鸩止渴 所以现在中共实际上这种现在已经走进 说句 坦白的话已经走上死胡同了 我们前段不是听过一句说话吗 这2019年呢 是这过去10年来最差的一年 但是这2019年会是未来 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 所以 没有人看好中国经济 未来10年的经济情况 因为现在这个基本思路都已经 看穿了 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的 中共现在 事到临头了 要对私营企业 说点好话 对 中共这种信誉 有人敢相信吗 像好多企业 几百亿的企业 中共一句话 就给没收掉了 很多私营老板 一句话 小命就没了 不是财产的问题 命都没了 你说 有人敢相信中共吗 假如我是私营老板 我巴不得早点6号 跑点跑了 把命保住 钱现在都是次要问题了 你说这种情况下 有人会相信中共这些话吗 被骗一次 被骗两次 中共已经骗了私营企业 无数次了 那现在这时候 还有人会相信习近平 会相信李克强这些话吗 我相信 没有私营企业会相信这些话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共 没有信誉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小平您认为呢 现在这个 他要花钱的地方 他刚才提到 李克强一再说 他呢 有一千亿的这个就业的基金 在那 如果需要 他还可以再加 所以说他应该 中央政府呢 还有点钱 这个 是不是他用钞票来的钱 我也不知道 这个 李克强 实际上 他在这个经济的这个 决策系统 他是个擦屁股的 从 你看看他 你稍微 你去搜李克强 和 和这个 就业 你会发现 2019年 他说了三回 5月一次 8月一次,12月一次 一再说这个 要守住这个大规模事业的底线 那么 你说了半天他白说 没有用 到了这个 十一年末的时候 问题更严重 刚才小平也说了这个 未来10年 2019年也许是最好的 那么2019年是原来里面最差的一年 他说明年 他现在这个 就业的这个重点 他关注的是哪个三个群体呢 是高校毕业生 退居人家 农民工 对 这三块 这三里 就说这个大学生吧 他现在还要扩招 2020年要达到874万人 2019年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这么难的就业 对不对啊 现在这个 我看的这个 底线是5.5 他已经到5.3了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 要不这个 不是到的危险点的话 你这个李克强不会这么喊 对不对啊 喊了一年啊 而且这个 我们也知道这个 就业稳就业是这个 六文之手啊 对呀 政治局喊 李克强喊 喊到现在没有解决问题 那说明中共根本就 束手 无策 你说 你李克强能指得住吗 你把习近平 和这个中央警卫局全派出了他也指不住啊 不是这个是经济的一个大潮的问题 你这个水来了 所有的房子 都被淹掉被冲掉嘛 就是这种架势嘛 所以说 这个一种 悲观的未来的观点呢 这个我跟何平先生在节目中 讨论也有争议啊 这个小明中小明小明先生说 没有人信中共了 我也试试 我也这样说 没人信中共了 我说你再 再信的话你就傻 被骗一回你就那天真 对吧 再信 再信你咋 再信你就是第3个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应该自己走了 不应该再去 但是现在中共开出的盘子很大 你像这个最近的这个23、28条的这个问题 他们很多垄断性的行业从来是 共和国长子才能干的事 全部现在都交给这个 民运企业可以干了 那么这个老何就说 他说这个人心的贪欲之恋 是无法熄灭的 有些人又会进场 又去搞这个事情 他这也有道理 对他是另外一种观点 对 就是说 我是上了当 但是呢我可以赌啊 对不对呀 你既然 这些 自炒困惑的这一两年不会让民企开刀吧 对不对 等他下一轮杀猪的时候 我这个杀猪之前我跑啊 赶紧跑 能跑出来就行了 对他这个杀民企有一个周期的问题 他不可能 开了以后就马上就 马上就这个 把我宰了 等我养大了才能宰嘛对不对 所以有一种赌博投机心理 还有一些人这个 也可能不是全都受害者 有些人还在个体制里得到好处呢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还是在这里头 继续的 但是我看陈小龙些人提供的一个数字就是非常的不好 他说是什么呢这个 民运企业2018年的数字啊 他说赚了1700亿 17000亿 那么这17000亿全部都转到国外去了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用来 再投资或者扩大再生产 他就是维持这个 维持的而已 他不会再扩大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让银行给他钱 去生产 他拿到钱之后他也往国外转 他不会在国内再投资 这也是反应就是说 普遍的面上 现在民营企业家 是对这个中共 对这个中共的经济 完全没有信任 没有信心 对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现在把这个话题现在已经是作为中共的 包括中共的这个媒体都已经是作为一个 应该说是很耸人听闻的 或者说很 感觉到随时有可能发生问题的这么一个程度 啊来把它报道出来或者说把它呈现出来 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李克强和习近平的这种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这种理念存在着严重的不同呢 严重的不合拍呢 那么就说一方面他刚才小平你也说到 他就是一个擦屁股 就是说 很多事他也做不了主 但是同时呢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把这种 危机或者是矛盾呢 呈现出来 同时呢也给人造成一种 就是给市场造成一种 很负面的这样一种心理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小明 这个很难说 就是说现在李克强和习近平这种关系 确实非常微妙 李克强可以说是历届中共总理最弱势的一个 这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已经成了一种纯粹的排位了 可以说在真正决策层上 李克强我们给外界的感觉 基本上是靠边站 没有什么实际权力 所以就像刚才小平先生说的这个 就是出来擦擦屁股 应应 场景 你说这些事情上 他说这些话其实跟不说也没什么区别 因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拿出来 所以现在这是个大问题 当然 就是说 习近平现在的问题在于 他这个思路本身有大问题 他是典型的花钢眼脑袋 还是 计划经济那套思路 还是要用 就是说 无产级专政的思路来解决 经济问题 所以这个 只能把中国经济越搞越糟糕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 有自然规律的问题 比方说经济 这增速 随着国家这个经济规模越大 这个增速肯定要降低 这是有自然规律的问题 但是 习近平 中国大问题是习近平的这种思路出了大问题了 他是对这种民营企业的这种打压迫害 所以 中国经济的真正动力是民营企业 而不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只是花钱 国有企业不会挣钱 真正挣钱的是民营企业 真正维持国家社会稳定的是民营企业 80% 在民营企业就业 可习近平一直在搞这种 就是说国进民退 一直在削弱民营企业 强化国有企业 他是完全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 觉得国有企业是他的支柱 而民营企业 从根本上他不相信 当然这里边还有 我想一个笑话 这民营企业家们 假如现在还对中共 暴幻想的话 那就有点玩笑 这个民营企业在中共眼里 充其量是个丫鬟 如果 讨中共喜欢了 最大的 最大的进阶 就是做小老婆 是不可能扶政的 所以这一点必须要想明白 这小老婆的日子 其实比丫鬟也好过到多少 千万别去做小老婆去 所以这是对民营企业来讲 这个是个大问题 谢谢 好的好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还有一篇 就是说 包括日本的这个学者 最近也是发表了一篇 这个电视上 发表了一通讲话 就认为习近平他现在呢 由于自己的这种集权啊 导致他这个决策机制存在问题 没有这种横向的联系 那么都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政 也都是看他的眼色形式 说他喜欢听的这个话 办他喜欢这个看到的事 那么这样的一来呢 就导致他对很多问题出现了 这种误判 那么这个话题呢 我想的也是 应该说和这个今天这个 这个话题有关系 那么小平您怎么看 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日本的学者的这一番讲话呢 应该说还是有 相当的这个准确的点出了现在啊 中共的这个决策的出现那些问题 他其中说到 就是说对于习近平可能本人 个人比较熟悉的 或者说呢 花了时间去思考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决策呢 可能这个质量会高一些 能对于他 没有准备的 或者说仅仅 完全要依靠手下人呢 来给他提供 这种所谓这个 献计献策的 这样一些问题呢 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反馈的这个声音不一样 那么就导致 这个比如说 香港问题的这种 处理 就是 手术两端 可以说是 毫无章法 乱成一团 您认不认可这样的 当然 这个问题放在经济问题上我相信 同样是适用的 您认不认可 这种判断 就是说他的这种决策机制有问题 这个 这个 毫无疑问他要搞一尊吗 对不对啊 他要搞一尊的话 你可以看见就是遍地马屁精 遍地酷粒 这个 烧棺材的 大冷天驱赶人群的 这都是在习近平时代 发生的事情 拍马屁也是一大瓶啊 这毫无疑问影响他的这个 这个 最后这个决策 大家都简单好听的说嘛 这个真实的问题 不跟他说 包括这个香港问题 当然我们先谈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呢 他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私企谈的比较多 实际上这个 今年1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这个 关于这个民营经济28条的那些 那些东西吧 原则上的东西呢 在 20 这是2019年的东西啊 在2018年就 说出来了 11月份就说过 但是他就没有落实下来 那么在那个里头呢 刚才小明先生提到就是说啊 这个私营经济离场论 那习近平在那里面专门提到就是说 我不是 啊 我不是主张这个私营经济离场的啊 这是不对的 他明确说的 这个 然后这个 我也说过这个什么要 国有企业什么的 但是那个民企业和国有企业要一体对待 他这是我一贯立场 他实际上就是说 他觉得这个外头啊对这些传这些信的东西要误解他了 他要大家别听这些东西 别信这些东西 他在那个讲话里头都有点到这些东西 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习近平的你的原意啊 人家可以做多种解读 对不对啊 因为 你这边要做大做强国企那么那你为什么不提民企呢对不对啊 这不就人 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人民大学那个教授 人人那个那个应送座 对呀 你习近平说做大国企那么他说所有企业都应该做大 为什么只做大国企啊 那么就人觉得你在紧急的提示提示民企嘛 所以说 但习近平说这是辩证统一的呀 他的解释是辩证统一的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他的这个意思他就觉得人们听的和理解的是错的 这不就是决策决策出来问题吗 另外一个 他把这个现在的这个这个民企面临的问题他规矩为 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和 民企本身 升级改造里面出现的这种 平静和困境 对吧 你自己要往上升胆子你上不去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企业大部分是这个中小危企嘛 对不对 你要转型你不好掉头啊 你掉头的话你就死掉了 这是你自身的问题 那么第3的问题他说什么呢 是你政策不到位 那么政策不到位的批的就是国务院了 把这个责任推给国务院 他是政策不到位啊政策一个不到位 第二政策一刀切 政策还矛盾等等 他批了好多个呀 对不对呀 那么这就是这什么问题就是刚才说的日本学者谈到的这些问题了这个 这个官僚体系内部跟习近平到底是同心合力 还是这个一心 异议的 同床共枕都过着桌子 各自的这个鬼梦是这样一个问题了对不对呀 完全是这问题对那个 我们也知道你定于尊啊你权力都抓在手上但是你不可能 又当国家主席你又当 传达时的守门员 和这个守门的开门的对不对 最后这些政策你落实到国务院去 那国务院被你挤成墙角去了你很多人就看着我不干事 我看着你出事 这才是他抱怨政策不到位的一个因素嘛 对对对不对呀 我看着你我看着你出事 那你反正搞不定 他就要你反正搞不定 你中央领导一切 你没有国务院的那么那么大的一个政策 自定机构 你没有那么大一批文官 去落实这个政策这个队伍 没有啊 这就是问题呀 这就是问题呀 所以说 对呀你习近平你犯权 对不对呀 你让国务院去干李克强去干 也许李克强能把屁股擦干净点 然后你这边说批评政策不到位 那边呢你把国务院总理 架空到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位置上 你看这次 李克强去开会 摩托车在李克强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我的穿行啊 你看李克强是什么保安状态 就这一件事可以看得到 你的保安力量都保卫习近平了 李克强根本没人管了 对不对呀 这东西让你看到新航 国务院的人看的都觉得新航 我当然我不会公开去抵制你习近平 否则说你说我是野心家阴谋家了 对不对 对不对那我坐着我上班我一杯开水上的看喝着我到下班八五点钟上 我早上九点上班下午五点走然后这篇文件我在那研究研究我一直研究下去 托死你 托死你 对对 这有问题了 这个 这就是这个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这一个一个一个政治环境 也是这个行政决策 行政体系的问题也有问题 很多问题那并不是这个 当然有一些人认为习近平并不是全部祸首 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 找到这个 陈小龙现在叫鸦片经济就是 他一直通过一种 这个 变态的毒药的方式就鸦片的方式刺激中国经济增长 那就是说你过分的依赖这个出口市场 难道美国一旦把这个出口市场 给你较真之后你出口市场就完蛋了 对不对呀 然后你这个过分的依赖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也不是习近平时代才出现的呀 对不对呀 你房子这么盖盖盖一路盖过来盖了多少年啊对不对呀 对不对 最后房子盖多了中国人民的房子盖多了很多房子卖不出去 只习近平上台以后 把原有的经济的一些问题的恶果放大了 他的一些政策 他对民营企业人的做法 超出了他 前任的一些做法 而且是那么这个经济最难受的2019年 习近平得加了一把力 那么现在就是有人说的这 习近平是胡折腾 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就是 说成是他想 太想有为了 那么结果导致了这种 可以说是全面出击四面树敌 所有的问题的最终的都 反弹回来之后呢 现在的叠加在一起 导致这一系列 四面楚歌的窘境 那么小明先生 您怎么分析 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决策机构 或者说他现在的出现这些问题 那么和习近平的这个本人的关系 到底有多大 我这 态度一直很鲜明 中共的责任 就是习近平的问题 这个 在中共这种独裁体制下 独裁者 是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所以 他应该负绝对的责任 而且特别是目前这种政治高压之下 其他干部都不敢说话 这是这个大问题 所以 习近平一方面 他把权力垄断过来 所以 别人根本不敢说话 所以最终的结果 那当然要习近平负全部责任 我是这么看待的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 嘉宾的对这个问题 发表的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那么这个话题 我们就到这 稍后回来继续今天大新闻 明镜新闻台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世界大事新闻全包近在六度头条 欢迎收看 明镜电视 今天大新闻 现在时间是中国时间 2019年12月27号 现在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有关中日韩 这三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12月24号25号两天 中日韩三国的政府在 四川成都 举行了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的 会议 那么这次会晤呢 应该说 有一些亮点 就是说达成了一些 初步性的这种框架协议 包括这个中日韩合作 未来十年的展望 同时呢 通过了中日韩加 X这种早期收获项目清单 这样一些 所谓的成果文件 那么这次会议上呢 我实际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安倍首相 日本首相安倍呢 他所提出的 这个中日韩三国 新三国关系 不能像当年 这个东汉末年的 这个三国鼎立 未属 未属 这样的一种竞争的 互相呢 这种可以说 通过这种 力量的此消彼长啊 那种 纵横百合啊 也好啊 那么这种之间的这种 力量的组合的变化也好啊 互相的是一种 你吃我 我吃你的这样一种关系 而是要实现一种合作的关系 那么这个安倍这个调门呢 唱的是很高的 那么这也是 他因为引用了 这个中国的历史的 这样一个故事 或者说是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来 影射今天 三国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呢 应该说是很吸引眼球的 这样的一种表述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呢 现在安倍在会谈当中又使出了这种 这种柔中带刚的 这样的一种招数 就说你中国想和日本合作 他应该说已经看出来 中国现在是因为周边环境 十分的不妙 所以说想急于拉拢日本 实际上是尤其是拉拢日本 那么来对抗 或者是来抵消 和美国关系 这种非常 艰难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说呢 他 逼迫中共做出让步 就是说你如果说在东海问题上 不做让步的话 那么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 仍然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障碍 那么这样一来呢 也就是给中共实际上是 一方面呢 表示出愿意合作的这种姿态 同时呢 又 提出了实实在在的 日本方面的这种要求 逼迫中共做出让步 这是 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了 就说因为三国之间的合作 尤其是和日本的合作 对于美国来说 应该说 是在密切关注的 对于日本 的确是 美国呢 在全球 应该来说是 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那么如果日本和中国方面 进行勾兑 那么对美国的这种全球的战略 地缘政治的这种 未来 应该说都是蒙上了阴影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 日本方面这个表态 是不是一种 就是说 柔中带刚啊 或者说是 看着中共现在这种窘境啊 来趁机提出这种要求 就说是提出掉门 这是一方面 能够达到实质性的这种 获得这种利益 这是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美国方面又会怎么看 又会怎么办 那么这个话题呢首先请小平博士做点评 这个三国会谈呢是李克强难得的在国际场合露面的机会 这个东西呢 在现在这个外交重大场合 几乎是被国家 主席包援了 在某个意义上我认为是政变 完全 国家主席应该在外交问题上是次要角色 但是现在完全在习近平时代给倒退了 把李克强 对 实际上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 中国的国家主席在外交上绝对是配角 但是现在李克强成的配角 在这个意义上是这个 反映出这个中国的这个宪法的这种虚伪 不管用 那么 那么李克强呢 在这次上他漏脸 并不是因为李克强这个 地位上升 而是因为朱镕基打下的底子 让他蹭了梁 大的台子 他蹭了梁 因为那个时候是朱镕基跟这个 韩国、日本 搞了一个东西 确立了 中国的总理 这个 日本的总理和 韩国的总统 这个 双方的关系 来开这样一个会 开始 所以说 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援续 那么李克强利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在外交上露了一把脸 这个东西 但是呢 难得 但是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会场的设计 选择 应该是谁黑了他一把 这个 选在这个成都的这个 杜浦草堂博物馆 那么这个你把这个会议不在北京开 你弄到这个地方开 杜浦草堂你从中国的这个文化啊 那就是 韩国、日本对这个都很清楚 三国文化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他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最后要导致这个 阿姆佩要出来说啊 我们不是三国竞争的刘关章关系啊 我们是一个新时代的 这个 三国时代 对不对呀 那学习近平嘛 我们搞个新时代 新时代是什么东西啊 那不就是一个篮子吗 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地点来看呢 实际上是李克强封关 但有人黑了李克强一把 把这个会议放在这么一个地方 最后让安倍说了这样一个话 重粹就是给这个 三国关系泼冷水 我们知道日本 跟韩国之间的打仗 文在寅是称心跟日本在挑事 这个 这个总统是好多事的一个总统 那么真的是多事的一个总统 这个他是 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这个根 那个那个根子之一 也喜欢折腾 喜欢折腾 对对喜欢折腾 然后 这个这次到中国他也折腾啊 把什么香港新疆这个事情啊 是中国内政 你看看这种话他居然也去说 对不对呀 这是这个脸皮不知道往哪放啊 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 所以说 这个是这个主二不好对付 可以这么说啊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 这个日本跟中国之间的也有事 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构性关系 很多没理顺 这个结构关系没理顺在什么 第1个就是这个领土之争啊 中美之中日之间的一个心病 像这个柜症他要发作一次 柜症他要发作一次 这是这个 因为这种发作 导致这个三国的这个会议吧 有时候开不成 那么 另外还有 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和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制约着日本 日本在某个意义上外交上没有自主权的 真的没有自主权 他有的时候要养美国的鼻戏 因此他跟中国也就是 趁美国在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之下 跟中国来来一把 也就是仅限于经济关系 大家做生意 最多就是这个关系 我觉得在这个之外 中日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点 你像这次关于这个朝鲜问题的这个讲话 就是安倍一个人在讲 中国和韩国都不符合他 对不对呀 安倍总是比较硬嘛 对不对呀 那么韩国 跟李克强这边有打别的小算盘 这是这个 中国和日本的问题 那么韩国这一边呢 文在野你别看他那么牛,他只想 寻求一个外交空间的突破 他还得靠美国 在很多关键问题上 他是要靠美国,另外 中国和韩国之间 也因为萨德 导弹那么事件,后面就是中美关系嘛 对不对呀 搞的这个 会议也开不成 所以说 我觉得这里头也有结构性问题 那么这三国那个关系呢 说实在话 啊 你说你不是关张刘,刘关张 你就是刘关张 不愿意承认而已 就是在斗嘛 对不对呀 你什么新三国时代 你就是在三国时代 那么 从本质意义上说,这个会就该在这地方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美国怎么办 我觉得美国不用 不用抄什么级 抄什么级的问题 你认为美国大可不必担心 那个当什么当什么新啊 这个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啊 这个本来啊这个在 在这个什么会议啊 在大阪的这个高峰会之前啊 日本就想邀请 习近平是做国事访问啊 美国说不行啊 对对 美国说不行 这个贸易协议还没签 谈妥 你怎么让他给他国兵待遇呢 日本的被迫要要要要 社会内要撤回去 那么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 像美国通过了这个法案 香港的这个民主人权法案之后 然后日本考虑到美国的态度那么强硬 然后也考虑这个时候撤销的习近平 那法案邀请 好几回了 嗯 所以我的一个朋友 是日本的资深记者 他说美国对 这个中国如果硬的时候呢 日本就跟着硬 美国对中国暧昧的时候呢 日本呢就寻找寻求点缝隙去突破 这个 突破呢也就在什么地方呢 经济贸易关系 那么现在我看日本给的最大一块肥肉是什么呢 可能是5G吧 这应该是最大的一块给中国最大一块肥肉 所以说现在这个 看来这方面啊 这个中国方面这种急于拉拢了 效果非常有限 而且都是这个有病乱投医 现在呢 突然一下把这个和日本的关系呢 就抬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层面 当然呢 这方面 实际上在 台面下呢 两国这种关系实际上并不顺畅 我们刚才小平你也提到了 一方面就是这个大阪会议啊 这个习近平想进行访问 这没有没有达成 那么同时呢 现在也有消息说了 这个明年春天的这个习近平对新 对日本的这个国事访问的估计啊 也是未知数 也很难说 如果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要没签成 那个会议会议还不知道呢 是是是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对的 就是说 美国和 中国的关系 这个僵硬的时候 或者说是陷于这种困境的时候 那么日本呢 应该说走的呢 同样是一步一趋 两国关系的稍微转暖的时候啊 日本可能卖的步子还更大点啊 那么他想的这个 赶紧的就说 和中国呢 也是存在这种 经济上的互补 同时也有这种 地缘战略这种考虑 毕竟这个邻居搬不走 他也得呢 做一定的这种铺垫 那么小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说 日本方面是不是 实际上是 有自己的盘算 同时呢 这个中日韩三国这种走近呢 美国方面 不必过于担心 或者说 根本就不必担心 你怎么看 好的 我们先说 就是说 如果用三国演绎的这种 魏蜀来形容 中日韩关系的话 应该说 这个说法 缺乏基本的政治正确性 所以呢 安倍特意要表示出来说 我们现在 不是那种魏蜀的关系 是一种 合作的 是一种 彼此友好的这种关系 因为魏蜀实际上 彼此都想吞并掉对方 而这个 现在的中日韩关系 不是这个关系 其实但是 这个国家之间的很多事情 有些事是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因为说出来 就没有政治正确性 所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来的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中日韩三国 都是各怀鬼胎 对 彼此 实际上 谁 也不信任谁 韩国不信任日本 是不是 中国也不信任韩国和日本 日本也不信任中国和韩国 但是 彼此确实有离不开 这个中日韩三国 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融合 要非常接近 要非常接近 他们和中国 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 在经济上 是有一定的互补关系 那么韩国和日本 却是竞争关系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 是竞争关系 所以日韩之间 在中国这块 是勾心斗角 中国多少有点 这种渔翁得利的意思 但是 就政治上来说 那么 日本和韩国 都要在美国的框架下来考虑问题 他不能超出美国 画的这种框架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大问题就在于 中共的这个政策多变 习近平一个不高兴 为个萨德 就把韩国关系搞得这么僵 搞到这个程度 结果什么 得了什么结果呢 萨德依然还存在 最后习近平不是还在跟韩国 要有好吗 何必呢 早日当初何必 早日近日何必当初呢 所以他总在搞这种东西 和日本也是 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一会儿跟日本调点事 一会儿调点事 实际上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当然日本也不可能盘算 指着习近平在东海问题上 在地狱岛问题上 做出这种根本性的让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习近平也没这个胆子 做出这让步 习近平也不可能做这种让步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 我们讲过一点 就说 日本 确确实实 在 战略上 日本 缺乏战略眼光 他们在这种战术上 过于精明 然而在战略上 却是很愚蠢 所以有的时候 日本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有点像 经济动物 往往你看我们注意到 在中共历史上 被世界孤立的时候 日本往往进行投机 和中共进行贸易 在关键时候 往往拉了中共一把 中国人民遭罪 很大程度上 都是日本人害的 日本人多次来帮 实际上帮了中共 帮了中共 就害了中国人民了 这是很大的问题 就这点来讲 日本人 在战术上 在经济上成功了 在战略上 非常失败 当然他有底线 毕竟 他在 最根本的问题上 他要依靠美国 所以他不可能 在根本问题上 跟中共勾结 他在根本问题上 不可能 去违背美国的 大的方向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就这来讲 中日韩关系 就是说 经济上可能还会 继续融合 但是 在其他方面 不可能有实质进展 谢谢 好的 好 这个话题呢 二位的解读已经很清晰 也很 这个 透彻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还有其他的话题 稍后回来 继续 今天大新闻 明镜新闻台 全新打造六读头条 Six to the news 世界大事 新闻全包 近在六度头条 Six to the news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 明镜电视 今天大新闻 现在 播出的时间呢 是中国时间 2019年12月27号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这个题目 就是 关于对于圣诞 我们知道刚刚圣诞节 刚刚过去 但是这个 今年这个圣诞节 格外的不消停 因为中国各地 都出现了 这种打压 圣诞的这样的一种 局面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包括我们看到呀 在这个湖南呀 在山东啊 在贵州啊 等等 那么各个地方的都有一些 土政策 就说那是阳节 这是阳节不能过 当然呢 就真正过圣诞节应该是去教会的 教堂的 那么这种圣诞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热闹 那么这个也是已经多年的一种传统 那么就连这点传统呢 就现在呢 时刻把四个字性挂在嘴边的中共当局呢 也是 不放过 大家呢 实际上这个圣诞呢 应该说现在中共提到了 所谓这个夜晚经济 这个经济那个经济 假日经济等等 实际上圣诞呢 也是一个节日经济 实际上本来是创收的这么一个时候 他非要把这个气氛呢 压下去 说成是 这个国外的节是阳节 等等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呢 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想到当年啊 这个习近平外访北欧的时候呢 和这个圣诞老人合演的时候 如果今天看到 这习近平这些照片的时候 包括中共这些当局啊 你不管是 这个北京也好 还是地方当局也好 看到这些照片啊 做何感想啊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看到呢 就是说现在啊 这个 这一次我感觉啊 那么对于圣诞的这种打压 已经引起了中国各界的这种反弹 很多人包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 自媒体上发了一些帖子 很隐晦的事实际上就影射这个问题 就说认为呢 这个四个自信和这个打压圣诞 是完全 这个不吻合的 不一致的 你这是说一套做一套 另外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 广州的这个小蛮腰广州塔 这个公开的 播放这个圣诞快乐中英文的这样子字幕 那么这个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 广州塔的这个影响 影响力 它有相当的影响力 所以说这张 图片或者说这个消息呢 也就很快就传开了 那么是不是这个 在中国不同的地方这个政策现在是各自为政呢 还是一些地方当局是为了讨好习近平在 把事情做绝了呢 那么这个话题首先想请小明先生做点评 小明 对不起 关于这种 圣诞节 其实 在 欧洲国家 这个节日 应该说 商业气候 商业气氛很浓了 真正宗教气氛 实际上很淡 是是是 甚至甚至可以说 很多的 如果 纯粹从基督教的教义来讲的话 这个圣诞节本身是实际上 跟这个基督教关系并不是很密切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 被中共 过于敏感了 说白了 这就是 缺乏基本的 就像他们说的那个文化自信 根本没有自信嘛 说句 扯远一句话 关于基督教呢 在中国现在实际上成为中共最 很重很大的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那么习近平 在 就说 习近平任职的浙江省 曾经大规模的拆教堂 拆十字架什么的 这个十字架 他拆十字架的目的就是为了 就是说让人看不到这种 基督教的这种符号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他对这个东西已经感到恐惧了 是不是 对很忌讳 很忌讳 在中国清朝的时候 有一位哲人 当时 对基督教他很 不以为然 因为当时他有非常强的这种文化自信 他怎么说基督教的呢 他说 他实在不理解基督教 为什么能够有影响力 他说这基督教 说今生不如如 说来世不如佛 这基督教怎么会的可以呢 所以他有点 从文化上 看不起基督教 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 那么看过 基督教的圣经 那么 假如中华文化的话 那么基督教里边很多东西 比如基督教的真言 中国有类似的这种 什么增广先闻 这种文化东西 类似的这种玩意 基督教里边的诗 那么中国有诗经 基督教的历史 中国更多 是不是 圣经里边这几大块 在中国文化里边 其实 也都能找到 类似的东西 但是 中国这个文化里边 他缺一个神 这是一个 最根本的要素东西 对 这是最大的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短板 现在中共的实际上 他完全没有文化自信了 习近平说句不好听话 他三字经能背下来 大概就不错了 是不是 他敢说 基督教 不如 儒家吗 他不敢说 他不知道 中国文化什么样 那么 他敢说 基督教 富如佛吗 他也不敢说 他 恐怕 新经都没读过 是不是 那几十个字 他都不认识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没这个底气 这是最大的问题 他没有文化自信 假如像 有文化自信的时候 他很坦然的接受吗 中国过去 从来不计 任何宗教在中国来 都能得到很平等的对待 这个是 像 三五灭佛 那纯粹属于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 它对宗教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 共产党 实实 共产党可是实实在在的 怕了基督教的教义了 怕了基督教的文化了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 现在 中共的意识形态 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嘛 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骗人的悔话嘛 现在谁还信呢 大伙都不信 不要说 百姓们不信 就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 有谁信呢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他的文化也没有 意识形态本身缺乏吸引力 所以这是他们 不自信的地方 另外一个大问题就在于 他现在害怕呀 过圣诞节 假如像西方这样 好一进12月就进入了这种 圣诞季了似的 好家好卖东西的什么的文化宣传 那毕竟在一定程度上 确实是在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力 所以 中共他这种 对基督教的这种敏感 也不能说 一点点道理都没有 因为他们确确实实 是实在是太不行了 太怂了 那么回过来说 广州这个 这个广州塔 播放这个圣诞快乐 这个东西 我想可能 多多少少 可能是不是就是为了 给中共 找点面子回来 就说 表示中共 还没有公开的 来 就是说压制 对 我想 对 我想也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现在很多人 包括今年我觉得反弹挺大的 很多人就是表示了这种不满 包括在什么 这种微信上 微博上 我都看到了很多这种 大家对这个 匪夷所思 认为就是说 做的太过分了 你说你 你不提倡也就罢了 那么这个圣诞呢 应该说也在中国 随着这个 改革开放 这么多年以来 实际上一直也就在 悄悄的一个 最后也就成为一种 怎么说呢 这种约定俗成的 或者说很默契的 很默认的 这么一种 做法 就让大家 你愿意 庆祝啊 所谓这个平安夜啊 什么吃苹果 这都是中国人的发明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现在呢 这种 做法突然 一刀切 这个 习近平上台之后 我觉得很多事 就是一刀切 然后后来呢 他又说这个 责任不在我 下面做坏了 所以说这种事啊 因为今年这种反弹 我觉得格外的强烈 就是大家对这种 刚才小平您说的很对 就是说现在啊 这个中共的确 他这个四个自信 根本就是四个不自信 他没有自信 他没有这种自信的 这种本钱 所以说他他就觉得 这个任何事情的 任何外来的东西 都是异端 小平先生你怎么看的 小平 这个呢 我 这个觉得有好几个因素啊 影响这样的啊 一个结果 我们也看见啊 似乎就是出现了两种现象 一部分在抵制 一部分在庆祝 对不对啊 这个 好像呢 北京有一个 或者地方有一个 庆祝这个圣诞节的 这个两条路线斗争 对 有点 有点这么个味道 对 对啊这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一部分是什么呢 是这个 散诚的意识形态 把这个定位 然后呢 底下的这个跟踪 这个紧 随 因为你这是这个所谓的 七不讲 对不对啊 到这个 宗教的中国化 对不对 到这个浙江的差教堂 一直到现在抵制这个圣诞快乐 在某个意义上这里头都有关联性 那都西方的嘛 不是中国的嘛 对不对呀 嗯 那么 但是毕竟这个基督教也是中国的这个合法的几大宗教之一啊 那是 那多了 即使从这个名上对啊 也不至于 这个解读中国的问题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看 合法非法啊 党 党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意志 这个小明说过一言心邦啊 领导人的意志 这是很关键的 领导人 啊这个 喜欢哪个 哪种法就有用 领导人不喜欢什么那个法就不管用 所以甭跟我在中国谈法啊 我是学法律的人我觉得 谈法是贬读了 这个法的意思 这个中国是一个没有法的国家啊 这个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 那么呢这个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这个在这种氛围之下的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些东西开始回卵 你看看你像那个 街上那些穿着五彩冰纷的衣服的那些人 抵制西方的圣诞节 汉服穿着汉服 对啊,在某个意义上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回潮 在这样一种民意之下去抵制圣诞 所以 有领导人的因素啊这个带坏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文化气氛 宗教气氛 他把这个带坏了 还有一部分的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啊 趁机就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出动 然后这个 出来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 清圣诞 我感觉有这个因素在里头 你说他完全是这个 习近平的意思 我们觉得 你也不能在逻辑上完全建立这种这种对应关系 你看我们也有这个习近平这个跟圣诞老人合影的这个照片啊 最早是2015年吧,是彭丽媛的那个讽识团 发出了一组照片 这照片 好几年了 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也说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就是习近平的那个篮子里头吧,你可以找出各样的 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 美人运共同体的话并不是不能 那就是那个那就是应该所有所有的都应该一起来啊 对不对啊 你不应该排挤某种东西啊 对不对啊 但是呢这个 他你又说要抵制西方 要中间中文化 这宗教中国化 然后那边浙江又在车教堂 那么到底就怎么办呢 那么有的时候就 就就是一个这个 啊 各自解读问题了 解读成这样,前面倒不出现烧书的现象吗 对不对啊 那么大家以为是这个 怎么样 那不就是一个地方烧了吗 后来这个说跟这个 中央没关系 就一个地方在烧 那么这个东西你看广州是可以放 圣诞快乐的这种大 这个是小麻腰应该说对不对啊 管得很有名的小麻腰 这一下很大的 那但是我们也看见贵州那地方发这个 文件啊 不要过圣诞节 所以说 在某个意义上的当现在这个 中共领导的 自理之下呢 中共的意识形态出现了错乱 极度的错乱现象 对对您这个说法很对 就是错乱它是分裂的 它现在这种 而且是这个 政令实际上并不畅通 也没个什么政 政令就是下面在那瞎揣摩 瞎琢磨 就是怎么上面高兴咱们怎么来 所以就把很多事 导致像这个蔡奇做的 大冷天把这个 低端人口往街上赶啊 这个什么 烧棺材等等 这可以说是 无所不用其极 下面这些人的确是非常的恶俗 非常的 很邪恶的这种感觉 邪恶的感觉 因为这个 你这个一个是中共领导人他 把这个整个的气氛 这个水搅浑了 大家去琢磨去 按照各自的意愿去解读去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个呢 他 也没有采取这个 治理措施 对不对啊 在某个意义上 他的责任被放大了 领导人责任也被放大了 你这种底子 你在你在这个跟圣诞老人过圣诞啊 那边 官方党证文件发文件不能过圣诞 对啊你 你如果有一些行动进行纠正的话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种错乱就不得到 得到纠正了吗 他也没有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他犯人这种神经错乱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还是乐于看到这个呢 还是他自己 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这个东西能不能意识到吗 浙江大肆范围的拆这个 教堂 他能不能意识到吗 西方反应那么大 对不对啊 满世界都是 报纸在谈这个事情 他能不知道吗 对啊这个东西最后那个心吓得也给撤了 原来都说他升官 这也撤了 对啊 所以说这些有些东西 也在混浊 也不清楚现在 整个人是混乱 而且这混乱局势在加剧 我可以插一句话吗 你说 您说小明 就是说关于这个宗教政策 我想习近平应该是有非常清晰的这种指示 或者说有清晰的这种表态的 像浙江这种拆教堂拆十字架一直发展到河南省 这个事情持续了很久 这可不是 一件事情偶然的 而是大范围大面积的在执行这种政策 这种宗教迫害 那么对基督教的这种 比方说 成都的 刚才就是他们在成都开会吗 刚才讲成都开会 那么成都的这种 叫邱宇 这个 王一那个教会 邱宇教会 对 王一牧师被抓捕 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所以这件事情上 习近平 他假如真不知道的话 这说明习近平这个主席真是废物了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 这不可能他知道说明这件事情他应该负全责 他不知道他更得负责 你否则做这个主席干什么呢是不是 什么都不知道啊 所以这件事情上他不可能不负责任 这件事情所以说 现在这个问题下边人有猜测的 但是 如果说习近平对拆教堂不满意 那么他 这么长时间不去制止 那就说明 这个事情他认为是 他 这说明是符合他心意的 是他的意思 好 这个话题就已经说得很透了 所以说现在呢 有关这个 宗教问题我想的 目前有一种趋势就是说 除了可能在佛教问题上 还稍微宽松一点 目前我们看到在其他的几大宗教 实际上都在处于这种 被打压的这样一种状态 佛教方面 当然对于藏传佛教可能仍然是 严防死守啊 但是就说 至少从这个 这个汉传的这个佛教来说呢 目前的日子可能稍微好过一些 但是其他的几个宗教呢 都是实际上是恨不得就取而代之啊 甚至是最好不复存在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提出了这个宗教的这个中国化的问题 你这个圣诞 实际上我觉得换一个角度讲 中国人这么过圣诞 实际上是对宗教的一种 一种反动或者说是一种抵消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美国也好 在其他国也好 正宗我们刚才说到 就是正宗的这种过法 是在教堂做礼拜的 做这个敬拜的 那么现在呢 把这个圣诞做成了一种 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活动了 那么实际上这是 换个角度想一想 这不是在抵消宗教的影响吗 所以说这个 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把这个事做得这么绝 或者说做得这么 可以说低俗 没有这种大师 没有水平啊 明明你这种做法 实际上可以很巧妙的变通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把这个 作用去抵消的话 实际上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对吧 所以现在呢你这个 我们看到很多的画 现在有这种拿着关公灰大刀的这种 庆祝这种圣诞的这种 这种 招贴画表情符号等等 都有啊 那么现在这个实际上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就是 你这个 咱们 话说过来 佛教当初也是外来宗教 那么最后也是 那真正实现了中国 中国化 而且呢是 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 佛教的发源地 佛教早的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 这才是当年的 大唐 这个汉唐时期的这种自信啊 那么现在压根就没这种自信 那么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儿就聊到这 好 那么稍后回来继续 今天大新闻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 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 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